这次我们讲一下坐骨神经 还有它的分支 重点讲一下它的两大分支 一个是肥肿神经 还有一个是颈神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 它由腰神经和底神经组成 那么来源于腰四五神经 那么还有底一 底二 底三神经根 发出坐骨神经以后 坐骨神经的直径 是所有神经直径里面最大的 也就是所有神经中最粗的神经 就是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它的走行 形成以后途经骨盆 在骨盆那边 然后斜行往外下方走行 通过坐骨大孔 离状肌下方 也就是离状肌下孔穿出 达到臀部 这就是坐骨神经 那坐骨神经周围的这些肌肉 我们认识一下 这是离状肌 这个是臂孔内肌 臂孔内肌上方有一个小的肌肉 上马肌下马肌 以及骨方肌 那么再有这个地方是骨性结构 大转子 这是小转子 那么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个韧带 非常重要 这是底骨 这是坐骨节节 因此这个韧带就叫做 底节节韧带 坐骨神经 进入骨部以后 在臀大肌的身面向下走行 他横行横过 臂孔内肌 上马肌下马肌 骨方肌的后方 刚才我们看到深层的小的肌肉 那么再往下走 他走在大腿后方 在这个拐头肌 肠头的身面 还有半剑肌 半膜肌 外侧圆 这是坐骨神经的走行 进入国窝这个地方 分成两个分支 一个是小腿后方继续走行的颈神经 还有往外下方 其实还往前走行 这样一个方向 是肥肃神经 坐骨神经 在大腿后方 他发出肌肢 分别支配 上马肌 下马肌 这个地方的 闭孔内肌 闭孔外肌 那么再往下 他还支配半剑肌 半膜肌 内侧 这没有显现出来 还有骨二头肌 以及大收肌的后部 这都是坐骨神经 在大腿部 在骨部 它的肌质 好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黎壮肌 因为黎壮肌 可能会导致 坐骨神经的卡压 那因此我们要 重点讲一下 黎壮肌 黎壮肌 它的起点在骨盆内 在二三四 底锥的前方 这个我们看不到 往外下方 往外走行 最后附着在 这个骨骨 大转子 它的身面 就是坐骨神经 那么这个地方 也可以认为 是一个肉夹膜的 一个结构 你这样好记 浅层是黎壮肌 深层是这些小的肌肉 上马肌 臂孔内肌 这个下马肌 还有骨方肌 这是深层的肌 浅层 那就是黎壮肌 中间有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 位于这些肌肉之间 可以认为是肉夹膜 这样的关系 那么因此 浅层的黎壮肌 损失 或者深层的 这些肌肉群损失 都会影响到坐骨神经 那么黎壮肌 和坐骨神经的 关系 大部分 坐骨神经 是在黎壮肌 下方的 黎壮肌下口 发出 89%以上 那么还有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坐骨神经 和黎壮肌的 关系是这样的 就是 它在 黎壮肌附近 坐骨神经 就封为 颈神经 还有 这个 肥总神经 这是 肥总神经 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肥总神经 这个是 颈神经 那肥总神经 直接穿进 颈壮肌 那还有10%左右的人群 它是这样 穿出来 你想一想 这个 肥总神经 穿过 黎壮肌 那么黎壮肌 只要张力增加 损伤 就容易出现 肥总神经 卡压的 这个症状 那具体肥总神经 破绊无会 那么还有可能 是这种 坐骨神经 在 黎壮肌附近 发出 分支 就是 静神经 和肥总神经 但是一个是在 黎壮肌的上方 一个是在 黎壮肌的下方 那么还有一部分 坐骨神经 没有分成 颈神经 和肥总神经 它是一个 神经干 也没有在 黎壮肌的下方 或者上方 它直接穿过 黎壮肌 这是少数人群 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神经 穿过 肌肉的这个地方 就是容易 卡压 卡压 的地方 所以这一种情况 或者这一种情况 更容易出现 神经的代理 坐骨神经 它在 骨部 它在大腿后方的 体表定位 首先我们来 看这个图 这是卡压上 体表能摸得到 那往下 能摸到 坐骨阶阶 这个做一个连线 分成三等位 上 三分一 中三分一 和下三分一 中三分一 和上三分一 交点处 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定义为 A点 定义为A点 好 那么再找一个 线和顶 坐骨节节 和大转子 我们做一个连线 那么它的 这条连线 也分成三等位 外三分一 中三分一 和内侧三分一 中三分一 和内侧三分一 交点处 这是作为B点 那如果你感觉 这样复杂的话 你可以这样简单的认为 这条线的 中点靠上 这条线的 终点 稍靠内侧 我找到这个 两个点以后 沿着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 我不要画直线 因为它 坐骨神经在这 走形是一个弧形过来 所以你这样画 弧形画过来 好 那么再往下 达到大腿后方 直接是直线 一直达到 这个 国窝上脚 那这就是 坐骨神经 在大腿后部的 特别 它在走形过程中 支配的 有哪些肌肉 首先 这是我们看到的 臀大肌 这一个图比较复杂 所有的肌肉 神经和血管都有 但是 我们重点讲几个 和我们这次 讲课有关的 这是臀大肌 臀大肌的身面 掀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黎壮鸡 以及坐骨神经 那么坐骨神经 往下走 它一次跨过 这个壁孔内肌 上方由上马肌 下马肌 再往下 这是股方肌 股方肌 并且支配这些肌肉 再往下 沿着这个大收肌的后马 再半舰肌 这次内侧 是半舰肌 半舰肌 这个地方是半舰 这个地方是半舰肌 半舰肌 半舰肌 半舰肌的外层 还有骨二头肌之间 这是半舰肌 半舰肌 这是骨二头肌 它在肌肉之间 走行 并且发出分支 来支配半舰肌 半舰肌 半舰肌 以及骨二头肌 再往下 达到国窝上角 分成 颈神经 以及肥神经 这是它走行过程中 以及 它的分支 作骨神经 在这个走行过程中 容易出现损伤的部位 那第一个 就是神经根 发出的地方 那可能是 腰肩盘突出 压迫到 这个 坐骨神经的 神经根 有可能出现 坐骨神经 卡下的这个症状 那么再有 再往下走行过程中 穿出 鲤状肌下孔 那鲤状肌 如果张力增加肥厚 可以压迫到 身面的 坐骨神 那么如果我考虑 梨状肌 卡压道 坐骨神经 而导致下肢 放射行痛 我可以做一个检查 怎么检查 患者仰望位 那么主患者 比如我考虑是 这一侧的孙长 让这一侧的 这个下肢 首先 伸直 内收 内悬 内收 内悬 如果梨状肌有问题的话 会出现 放射行痛 那接着 迅速让患者 外展 外旋 那这时候 疼痛 随即 缓解 那这个原因 是由于什么 我们来看 梨状肌 它附着在 底骨的前方 往外 附着在 大转子 那么这块肌肉收缩 对于 髋关节的功能 是 外旋的功能 外旋的功能 那么如果 这个时候 我让这个患者 内旋 内收 那这块肌肉 如果损伤了 受到牵拉 它会压迫到身边的身体 那么迅速 外展 外旋 这时候放松 离状肌 那么它对神经的卡压 随即 这个 这个缓解 那疼痛也随 随之消失 那这就是我们检查 离状肌 卡压 坐骨神经的 一个检查方法 那第二个 容易卡压 坐骨神经的 是肉夹膜 身面的这些肌肉 上马肌 下马肌 臂孔内肌 还有骨方肌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坐骨神经 受到卡压 和这块肌肉 那尤其是骨方肌 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检查 身处成 身按压 有没有这块肌肉的压筒 而导致的 损伤而导致的 坐骨神经的卡压 第三个容易出现 坐骨神经 损伤的部位 是骨二头肌的长头 骨二头肌往上 在坐骨节节着辅导 斜行外下方 在这个 飞骨头 还有颈骨的外侧 斜行往外下方走行 它跨过了坐骨神经 所以容易出现 坐骨神经的压导 接下来我们讲 第一个坐骨神经的分支 井神经 坐骨神经在 国窝上角上 发出一个分支是井神经 在小腿的方法 还有一个分支是 肥总神经 一会儿我们讲 我们首先说一下 坐骨神经的 其中一个分支 井神经 它在国窝沿着中线 在国肌下缘 国肌浅层 这是国肌 国肌浮着部位在哪 在颈骨的内侧 往外 浮着在骨骨的外侧 那么国肌 浅层 浅层 比如靠后 是井神经 那么井神经 再靠后 或者靠浅层 是笔木鱼鸡 那么其实部位 这个地方是笔木鱼鸡 剑弓 什么叫做剑弓呢 是剑性肌源 结地组织 不是这个肌肉组织 是结地组织 其实这个位置 是容易出现 卡压井神经的部位 那么在 往下 井神经 它还扮行有 郭动脉 还有郭静脉 一起进入到 小腿的后续 那么进入到 小腿以后 在小腿的 上三分之二 走行于 笔木鱼鸡 身面 井后 这是井后鸡 井后鸡的前层 也就是它走行在 笔木鱼鸡 和井后鸡之间 并且发出鸡脂 来支配 斐长鸡 笔木鱼鸡 笔长鸡 我们这里要没显示出来 斐长鸡 笔木鱼鸡 以及 井后 井后鸡 后鸡 再往下走 它走在 内怀的后方 我们看 这是内怀 这个地方是内怀 它走行在 内怀的后方 这个地方 内怀的后方 穿过 趋鸡之时代 这是趋鸡之时代 的身面 往下 进入到 足底 它支配 在往下走 走行过程中 支配 小腿 后侧的 趋肌 刚才我们说了 小腿三头肌 紧骨后肌 那么再往下 进入到足底 它支配 足底的感觉 以及这些肌肉 这是我们看到的 内怀 内怀 后下方的 支持带 支持带的身面 就是静神经 再往下 进入到足底 静神经 提表定位 首先 国窝上角 这是第一个点 那么再有 国窝 中点 第二个点 再往下 是 小腿 后正 中线 小腿 后正 中线 中 上 三分之一 焦点处 假设这是 中点吗 稍微靠上 中上 三分之一 焦点处 以及再往下 最后一个 内怀和 跟腱之间 终点的位置 就在这 内怀和跟腱 做一个连线 终点的位置 所以这四个点 做成一个连线 就是 颈神经 在小腿 后方的 提表定 那么这个神经 在走行过程中 容易出现 卡压的部位 分别有 第一个 国肌 因为国肌 它对于膝关节来讲 相当于是膝关节的 肩绣 我们知道肩关节有肩绣 肌 四块 膝关节的肩绣 肌可以认为是国肌 那什么叫肩绣呢 主要是动态稳定 膝关节 我们不管上楼 下楼 走路 那么任何一个膝关节的运动 都需要国肌来发挥 稳定 膝关节的肩绣 那么因此国肌 容易损伤 损伤以后 可能刺激 到浅层的 这个精神 这是第一个容易 卡压的部位 那么再有一个是 再有一个是 比目鱼肌 剑性机缘 肌剑性质的 肌肉边缘 那这个地方 也是容易 卡压 精神 那这个是在国国这 我们可以 深暗压 有明显的压迫 即使没有损伤的 这样的正常人群 也会出现 这个地方的老损 而对这个神经 可能是一个 轻微的压迫 那么再有一个 容易卡压 精神经的部位 就是内怀 内怀后方 在支支带的身面 这个地方是 容易卡压 精神经的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做过神经的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分子 肥总神经 他做过神经 在国国上角 发出 精神经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还有一个是 往外 往下 往前的一个 肥总神经 他沿着 这个 裹窝 上外方 裹二头肌 裹二头肌 内侧原 这是裹二头肌 内侧原 这个位置 再往下 走在 这是肥骨头 没显示出来 肥骨头 下方 是肥骨镜 而肥总神经 又绕着肥骨镜 再往前走 分为肥浅神经 和肥身神经 而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叫做 肥骨肌肌股 顾名思义 它就是由 肥骨肠肌 这是肥骨肠肌 和肥骨 所组成的 这个 一个股相云股 由于这个地方是 肥骨肠肌的 附着部位 所以有很多 渐性结果 那再有 和骨 形成 那所以这个地方是 容易卡压 肥总神经的部位 那么肥总神经 就那一点点 再往下 就是肥浅和肥身 那肥总神经 它的体表定位 我们可以看 在 国窝上角 经过 国二头肌 内侧员 往下 在肥骨头 这个位置 再做一个点 做一个连线 基本上就是 肥总神经的 体表定位 我们看 这是肥总神经 然后往下 再往下走 就是肥浅肥身 这个是肥骨肠肌 身面是肥骨 那么如果肥总神经 这个地方 或者就这个位置 受到卡压 那会出现 小腿部的 感觉异常 甚至疼痛 疼痛的面积 从侧面看 这是从前面看 整个 肥总神经 如果卡压 那就是肥浅肥身 受到卡压的临旁 这些地方 都会出现 感觉异常 甚至出现痛 那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肥浅和肥身 首先说一下 肥浅神经 这个就是肥浅神经 肥浅神经 行走于 肥骨肠肌 这个就是肥骨肠肌 还有肥骨短肌 肥骨短肌之间 并发出肌肌 来支配 这两个肌 所以肥浅神经 并不仅仅是皮肌 它还有肌肌 来支配 肥骨肠肌 和肥骨短肌 那么再往下走 这个神经 在小腿 中下三分之一 交界处 当然要靠外 不是小腿的正前方 小腿外侧 中下三分之一交界 它从神经膜 穿到皮下 那么神经 深入浅出 拐弯末脚 这个 走行在股腺管里面 是容易卡压的 这样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 就是肥浅 神经 容易卡压的 那好多人 不经常锻炼 突然我要跑步 跑步 这个时间比较长 同时又不 在局部进行松减 不进行 这个运动后的按摩 很容易导致 周围筋膜 深筋膜的张力增加 改变 原来的 那种结果 那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 肥浅神经的改善 那靈床棉是什么 这个人运动以后 发现足背部 发凉 感觉异常 可能刚开始 想着 是不是腰间斑突出 做了一系列的 没问题 那其实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 肥浅神经 在 小腿外侧 中下三分一 交界处 穿出 神经膜 这个张力增加 而卡压到 这个神经 肥浅神经 再往下 它所支配的区域 有小腿外侧 还有足背 以及 二三四 直背的皮肤 刚才讲的是 肥浅神经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肥浅神经 肥浅神经 在肥浅神经发出以后 在肥浅神经的外侧 肥浅神经的内侧 这是外侧 内侧 那么起初 我们看 这是肥浅 这是肥浅 起初它走行在 颈骨前肌 和 脂肥浅神经之间 在这走行 那么再往下走 走在了 颈骨前肌 这个肥浅神经 另外一个肥浅神经 走行在 这两个肥浅神经 再往下 进入到 足背 分布区域是 小腿前肌群 比如颈骨前肌 还有刚才讲的 这两个肥浅 那再往下 足背部的肥肉 以及 第一第二 指背面的 相对圆的皮肤 什么意思 有一部分人 没有足背部的 感觉异常 或者疼度 没有 其他足脂的问题 只有第一 和第二 脂股 相对圆的 这个皮肤感觉 出现了异常 你看 就这个区 那原因是什么 肥浅神经 说到 当然也有可能是 这个 肥浅神经 受到卡压 卡压的 仅仅是 肥浅神经的 神经相对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一点 需要大家记住 很多人就这个地方 出现了感觉异常 原因是什么 肥浅神经 受到的损失 肥浅神经 它的体表定位 首先我们找到 肥浅头 它的内下方 大概在这 内下方一点 那么再找一个点 筋骨粗笼 筋骨粗笼 向下五厘米 再向外两厘米 这是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再往下 是 足背横纹 足背横纹 母肠肌腱的内侧原 做一条连线 这就是 肥浅神经的 第一个点 那么肥浅神经 在走行过程中 容易凯压的部位 说明月难行 第一个 第一个 筋骨前肌 大概位置在哪 在筋骨粗笼 稍微往外侧 大概两厘米左右 那么稍微靠下一 这个地方是容易开 那么再 再往下 是这个 母肠 身肌 在哪 在小腿前侧中线 踝关节向上 大概五六厘米左右 也就是你可以沿着它的 T标定位 你可以做处诊 那最后 金指标 是你的手下功夫 我按到这个地方 有明显的节节 或者压筒 真的有放适应 那么还有一个容易卡压的部位 是足背部 这个位置 直短身机 肌腱 你看这个肌腱的身面 是身面 我们也可以看这个 直短身机 肌腱的身面 是这个身面 你也可以按压 在 拇指和 第一指 和第二指之间 稍微靠上一点 这个地方 有明显的压力 而这个地方 如果出现了 直短身机 肌腱的 损伤 会卡压到身面的 背纵身面 那么临床面 可能就是 第一和第二 肌骨相对圆的 感觉异常 所以 我们可以用手法 触诊的这个方法 沿着肥腫神经 它走行 来触诊 有没有压痛 有没有放身 那这是 手下功夫 是神经卡压的 静止点 当然我们讲 容易卡压的部位 只是给大家 指明了一个方向 那以上就是我们讲的 做过神经 以及它两个分支 肥腫神经 还有 静神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